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云端开心卡 那什么是云端开心卡呢? 它是统一集团所发行的一次性的商品兑换卡 它有两种不同的类别 一个是实体开心卡 一个是云端开心卡 那实体开心卡呢 你可以到你们家巷口的小七去买 只要呢,他们的店家里面还有这种实体的卡片 你就可以跟他购买 最低的启存金额呢,是50元 也有一种版本蛮特别的 叫做敬老爱心卡 它是限定的 今年年底之前呢 你只要除值660元 他就会多送你90元 就会变成750元 比如说你要有敬老卡跟爱心卡 你才能够去购买 一般人的话比较难 7-11的开心卡 它的亮点是什么 第一个呢 它的金额呢,使用没有任何的期限 早期小七发行的这种随取卡 有的时候有两个月的效期 时间到呢,就会过期了 但是现在这种新发行的开心卡 它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第二呢 你可以在统一集团的14大通路使用 可以在统一超商 然后康世美 或者是统一时代百货的台北店 孟时代或是统一时代百货高雄店 圣德斯科 21世纪封卫参 统一圣纳多宝 或者是统一多拿兹 库圣石 甚至星巴克 或者是统一金工 这个就是速卖乐 加油站的部分都可以使用 它不会只限制你在小七消费 反而可以在统一集团的诸多通路都可以使用 第三个亮点 你可以转正亲友 我很常使用这个功能来赠送小七商品卡 来给粉丝们使用 使用的其实就是这个云端开心卡 你只要有OpenPoint的会员 那么给我你的电话 我就可以把商品卡呢 直接汇到你的会员账户下面 你就可以直接出示QR Code 在小七或者是统一的14大通路里面来做消费 第四个亮点 你的实体卡片呢 其实也可以存进去APP 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第五个亮点 搭配信用卡最多来到21%的回馈 到底是哪些卡片有这么高的回馈 这个21%回馈的功率我已经整理好了 目前呢 我挑出来的有六张很不错的卡片 第一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由国泰斯瓦Cube卡南瓜 其他的二三四名有不同的信用卡 先从第六名开始讲 这个国泰斯瓦Cube的自动加值呢 请你在申请的时候 特别要去申请这个iCash的版本 你看在背后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iCash的字样 这就代表说这个是iCash卡 这张卡片呢 有非常多的功用 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它都是很不错的卡片 卡片合卡之后呢 不论是在小七的消费 或者是iCash可以做的代收代付 一样都是有10%的回馈 你只要去小七 然后问店员说 有没有实体的开心卡 如果有的话呢 他拿出来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除值2000块钱 你可以是500元 除值四张 或者是一张卡片里面 就是2000元 那结账的时候跟他讲 我要用iCash结账 所以把这张卡片呢 把它放在他的白色机台上面 余额不足 他就会自动加值500乘以4 就是2000元 所以你就完成任务了 那你就可以在次次月 拿到200点的OpenPoint点数 这个活动需要登录 所以记得上 国泰世华的官网来进行登录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 直接申办金融卡 第五名 第五名的话呢 一样是国泰世华的Cube卡 它目前的活动呢 就是你只要有在网络上面做登录 你就可以拿到额外加码的 9%的OpenPoint点数 这张卡片原始的权益 有3.5%小数点回馈 加上9%最高就是12.5% 请你在刷卡的时候呢 把权益转换到 集精选的方案 前一个月有做权益升级 你可以再多0.5% 所以最高就是3.5% 别忘了 12月1号到12月31号 这段时间 请你要先去APP来做登录 你就可以拿到 9%的OpenPoint点数加码 回推呢 你可以刷5555元 可以拿500点的OpenPoint点数 怎么买呢 有分两个 如果你是要买实体卡 如果他们店内有实体开心卡 你就可以做购买啦 那你就可以处值 比如说5500元 把Cube卡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出示CubeR Code给店员扫码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如果你不想要去 小期解任务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 OpenPointAPP里面呢 来解任务 打开OpenPointAPP 并且在APP里面 购买云端开心卡 最后选择Open钱包里面的 Cube卡来做结账 一样也是符合资格的哦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一样可以扫码办卡 第四名 第四名呢 是星光OU点点卡 那它搭配Open钱包呢 其实也是有最高17%回馈的 不过提醒你哦 它这个优惠呢 是第四季的时候限定 新开立OU数费账户的人 才能够拿到额外的加码 所以你跟我一样 如果是9月30号以前就申办的 不符合资格了 那就不要解这个任务了 那怎么解呢 很简单 去小七呢 购买实体的开心卡 把星光OU点点卡绑定在 Open钱包里面 出示QR Code付款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 OpenPoint APP里面来 购买云端开心卡 那么一样 只要结账的时候 选择Open钱包 搭配星光OU点点卡 一样符合这个资格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你要在礼拜二 礼拜四 或是礼拜天呢 来做消费 才符合资格 那提醒你哦 每一个月呢 你可以刷1562元 然后可以拿到 266元的现金回馈 有兴趣的呢 可以赶快扫码 来申请OU数位账户 下一个 中信Omic 中信Omic 搭配拍钱包 最高有20%回馈 提醒大家 这个要在实体的通路购买 所以请你呢 去你家附近的小七 询问有没有实体开心卡 有的话呢 赶快拿出你的拍钱包 绑定中信Omic 刷卡结账就可以了 刷多少呢 请你刷3570亿元 你就可以拿到 最高714的回馈哦 第二名 第二名是 华南银行的 SNY信用卡 搭配接口支付 在超商最高有20%回馈 怎么解任务呢 提醒你 去小七 购买实体的开心卡 把华南SNY信用卡 绑定在接口支付里面 出市QR扣码 一样可以完成任务哦 不过呢 这张卡片比较复杂 请你要先开户 开了SNY数位账户 才能够申请SNY信用卡 活动期间呢 是5月10号到12月31号 当月呢 要有1000元的实体刷卡消费 排除网购 只要绑定SNY账户来自动扣脚 跟登入SNYAPP一次 把SNY信用卡绑定在华英支付里面 你就可以拿到指定通路的20%回馈 但你可以买多少呢 你每个月呢 可以买2500元 然后可以拿到500元的刷卡 它会折抵次次期的账单 最后呢 第一名 这个Cube卡就出现三次 它真的是回馈非常的好 怎么解呢 如果你要在iCash里面 来做消费的话 提醒你哦 第一个 请你转换权益到玩数位 这样至少有一% 别忘了要权益升级 才有拿到一%的小数点无上限 除此之外呢 它有两个10%是有不同的活动combo的 第一个活动呢 是Cube iCash卡的加码10% 请你一定要申请Cube iCash卡 如果申请的是Cube悠悠卡 那就不符合资格了 活动只要登录一次呢 你就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优惠 这个活动呢 它的规则里面有写到 可以处值云端开心卡 还有实体的星巴克处值 你只要把Cube卡绑定在iCash Pay里面 在统一集团的14大通路都符合资格 那你要combo下一个活动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 这个活动叫做国泰式华卡的加码10%活动 一样需要在网络上面先登录 登录完之后呢 你就使用国泰式华的信用卡 包含这张Cube iCash卡 绑定之后呢 可以在小7实体通路来进行刷卡 包含除值云端开心卡的实体卡 也符合资格 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去小7购买实体的开心卡 并且把Cube卡绑定在iCash Pay里面 出示你的QR Code来扫码扣款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每个月可以刷多少呢 我会建议你就是除值4000元 你可以拿到40点的小数点 再加上600点的OpenPoint点数 虽然没有到21%那么高 但是平均起来也是非常的高的 讲完了云端开心卡的优点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云端开心卡的缺点 第一个 它的结账金额呢 它不能够指定 比如说你拿了100元的东西结账 但是你这里面呢 有200块钱 那你想要结账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说 这张卡片先扣99元 那我1元现金 不行 你只要就是用开心卡结账的话 它会全部扣除 第二个 开心卡结账呢 它不会有发票跟点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在购买开心卡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把发票 跟OpenPoint点数给你了 所以你之后呢 使用商品卡的余额来做购买东西 它都不会有额外的点数跟发票给你 第三点 不能够兑换烟品 也不能够代收代付 你在购买开心卡的时候 它已经给你发票了 等于是 接下来的余额呢 你只能够拿来兑换商品 但是不能够拿来买这个烟品 因为烟害防治法的关系 所以民众呢 就不能够使用开心卡来购买烟品 那还有代收代付的部分 代收代付不会有这个发票 但这个已经开发票了 所以它就不能够拿来做代收代付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7-11实体开心卡的除值攻略 我这边呢 把四个步骤写下来了 请你呢 到住家附近的小七 询问是否有实体开心卡 如果有的话呢 就可以购买了 第三点 请你开启行动支付 比如说iCash Pay加Cube卡 或者是拍钱包 加上中信Omic卡等等的 就可以出事来付款结账了 第四点 完成了 如果你害怕这个实体开心卡呢 会不见 也很建议你 就是可以把它 处置进去你的OpenPointAPP 那么你的实体卡 就可以减断丢弃了 云端开心卡的处置攻略 这个也很简单 你只要打开OpenPointAPP 点选画面中间的这个云端开心卡 点进去之后呢 它这边呢 你就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卡面 那不同的活动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限量的卡面 你就可以参考 然后来参加这样子 有时候会有额外的 10%的OpenPoint点数回馈等等的 那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确定你要的金额 然后还有你要购买的数量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按下一步 就可以选择Open钱包 还有里面的卡片来做结账 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呢 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把7-11的实体开心卡 存入APP 一样你打开OpenPoint的APP 然后选择中间的云端开心卡 你跑到我的卡片这边 然后选择存入实体卡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输入你的序号 或者是你很懒 你就可以用扫描的方式 对准你的卡号条码来扫 就可以把你的卡片存进去了 存进去之后呢 你的这张实体卡片它会直接失效 并且给你一组新的云端开心卡的卡号 结论 其实如果你会善用开心卡的话呢 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除职银行好康 然后事后再做消费的一点 包括你要在统一苏迈乐加油 或者是你要去百货公司周年庆 搭配这个满额里什么的 其实这个卡片都还是很好用 如果你喜欢今天介绍的开心卡单元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喜欢统一集团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透过开心卡 省钱赚好康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